我覺得我們不可能引導生證 我們一筆一筆來吧 對 一筆一筆來 太快了吧 你在開邀請喔 這位同學呢 可能我們要換另外一種字體會比較適合你 我們寫狂草好了 這個很好啊 我可以收藏嗎 等一下可以 可以可以 鐵粗一點 然後你不要把它想著寫好看 把它寫醜一點 醜一點 好 勾 對 很好 這比第一張好多了 來 我們比較一下 整形前整形後 對 很好很好 對 好 等一下 好 沾點墨汁 好 然後橫畫 好 過來 勾上去 欸 哇 龍飛鳳舞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那個 那個墨你看都沒有滿 不會不會 這個就是那種非白的線條很美 這是個有動感的龍 那火剛剛 這個能不能拿去拍賣 這個拿去賣 一張一百塊 我的樹啊都是椅下 假如說 椅下 假如說寫樹啊都拿到一個椅下 有龍的吉祥話 我只 我只知道 香龍十八掌 我只知道 我對龍我只知道這個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什麼 建龍在天嘛 康龍有回 建龍在天 來來來 所以香龍十八掌第一張 康龍有回 欸 乾脆我把香龍十八掌 全部都寫完 全部 欸 也好像那個 演劣地牌 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下一個 那邊寫得比較有感情 柯先生你是開工廠是不是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排隊了 對 他已經 少兩張 只 只會差兩張 只會差兩張 對 十十二 昌庸出動 來來來來 哇 拿去拍賣 拿去拍賣 那人家說 那個 中國的這種叫 通俗文學 這個金庸的武俠小說 你知道 幾乎我們這一代的 華人幾乎都讀過 而且那個 電視連續劇最多的 都是金庸的小說 最多是那個 《倚天屠龍記》 這個從那個 《大漠英雄傳》 一直到 《倚天屠龍記》 最重要就是 《香龍十八掌》 所以得到了靈感 啊 《香龍十八掌》 但是這個 沒有啦 這個有的寫得不太好 我在練習一集 辯會比較好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自己比較滿意的 這個可以啊 《福武翔龍》 《龍戰於野》 這個都寫得比較好 《康龍有迴》 那有的字 就寫得不太好 這還在修 這個再給我練習幾次 我就寫得很好 我教學教了這麼多年 第一次有人把《香龍十八掌》 全部寫出來 我覺得最好的 最能代表這整個作品 就是這一件作品 《狂龍亂舞》 就是《狂龍亂舞》 我突然突然寫出興趣來 我們開始每個禮拜上書法課了 對 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應該想說 我們那個十八章有沒有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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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全集 一次全集 真的 還少兩張 這是因為紙不夠的問題 紙不夠有沒有看到 寫到紙不夠 所以這個只有《祥農十六四》 《祥農十六四》 這個 農年行大運 過年放假的時候 就是可以好好睡覺 不然每天七點半 實在是 總要有個休息幾天 你終於可以好好睡幾天 對啊對啊 過年的時候好好睡幾天 這個 這個是我們最喜歡的 平安幸福 其實什麼發大財啊 那個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這個 平安幸福 所以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 平安幸福